玻璃甄基林國修因為為在山區加上部份建築部勞工室 九層和辦公室 市區都很重還有草莓為了改善這個狀況 好好在九層天篷以及便室來爭探先辦 南保管議員丹宜君恩望九郵處 占對管來市區比較重的學校 可以整個補助證實 讓學生有驚喜好的學習環境 看山區的基林國修 因為部份的建築勞工室 九層和辦公室都有炒普遍 好方正前歡迎問題 南保管議員丹宜君正處經費來改善 那麒麟國修因為是一所老學校 有一部分的建築是地震前的建築物 那這種老學校裡面的一些基礎設備 有時候也比較舊了 加上說麒麟這邊比較潮濕 所以常常會教室或是辦公室裡面 會有一點成就的味道 那對學校來說非常困擾 那不管是電腦教室或者是廁所 都變成是校長心中的一個痛 那我們很感謝現在的新的科技 那透過這個探先板 它有這個吸濕除臭抗菌這樣子的功能 那裝了之後呢 校長他的觀察還有老師 學生的反應都非常好 校長丹宇憑表示 正式全部的探先板後 除了九十個天空 特別是變速度潮的效果很好 環保探先板它的功能大概就是 可以調節教室裡面的濕度 然後除臭味 進化空氣 那裝設兩個多禮拜下來 我覺得尤其在辦公室跟電腦教室 這種人差很多 然後是稍微密閉的空間裡面 它對空氣品質的影響也改善不少 就是會讓空氣感覺比較清新一點 為了要提供食材台灣得優的保育動物 環保探先板有設計很多種不同的動物導遊 交由學生動物保育的觀念 譬如說台灣藍雀啊 台灣黑熊啊 然後還有那個藍富賢啊 然後還有台灣的長中三陽啊 石虎啊等等 那透過這些探先板呢 孩子們呢不但有新鮮的空氣 而且呢可以認識我們台灣特有種 所以呢我覺得像這樣子的東西呢 非常適合學校來推廣跟使用 南道管議員黨議員 既然管理到家 尖對管來比較淡濕的學校 可以整個來補助裝設 提供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既然歡迎插風報道